iPhone 5推出以来已经一年半了 改善以往后键不灵敏的问题 但是呢 现在却传出不少使用者的开机关机的按键 运作不正常 苹果昨天在官网宣布将免费更换开关键 苹果iPhone 5手机 由于有部分使用者反应 开关键时好时坏 偶尔会有运作不正常的情况 苹果官网宣布将为消费者免费更换开关键 台湾的用户5月2号起就可以提供服务 手机通讯航说iPhone 5手机遇到这种问题的用户 其实也并不多 早期可能从iPhone 2G到目前为止5S 其实陆陆续续都会有 因为毕竟它是 按键它是会有一定的寿命在 它是消耗频道 在苹果官方网站上表示 2013年3月份制造的iPhone 5这一批手机 可能会受到开关键失灵的问题影响 用户可以在网站上输入手机的序号 查看手机是否需要维修 再将手机送到苹果特约的维修中心来进行更换 它是不是能够提供整机更换 或者是可以单独维修电源键这个部分 我们这边目前还在跟原厂做确认 因为一直以来台湾地区的iPhone维修 是没有办法单独更换电源键的 官网上也表示 如果消费者之前已经付费更换过此零件 也确定是因为产品的问题所导致也可以安排退费 借程数据您之间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